这个男人也太窝囊了 手刚搭上妻子肩膀 想和他交了一番感情 妻子却一脸嫌弃地躲开了 就算在饭桌上 女儿也丝毫不顾及男人的面子 饭刚吃到一半 一句话也不说 直接跑到外面和男友亲热 男人名叫阿借 平时靠着家日带雨店 勉强维持生机 因为在老婆死后 又立马娶了年轻漂亮的妙子 女儿光子心中一直怀恨在心 经常殴打妙子 而性格怒恶的阿借 虽然知道这个情况 却从未出面制止过光子 因此整个家里 都维持着一种微妙的气氛 女儿光和婚婚男友出去没多久 阿借就接到一通电话 原来是光子在超市偷东西 被打了个正着 阿借赶紧带着妙子 来到店里给经理道歉 但这已经不是光子第一次偷窃了 经理表示 一定要将光子送到警局 就在阿借苦苦哀求的时候 超市的老板钢门走了进来 钢门是个中年大叔 很是热情大度 三言两语 就将这件事接了过去 翠德之阿借也进入一家热带雨店后 钢门表示 自己也有一家热带雨店 还主动邀请阿借他们先去参观 参观后才发现 钢门的热带雨店 豪华得像个水族馆 妙子和光子都忍不住一阵惊叹 钢门不仅有钱 而且幽默风趣 轻松就和妙子两人打成一片 阿借只好视而不见 此时 一个打扮性感的女孩却突然出现 原来女孩名叫艾子 是钢门的老婆 一番寒暄后 钢门让艾子去准备咖啡 自己也独自离开 弱带的店里 顿时只剩下了阿借一家 妙子和光子 刚没给阿借好脸色看 然而等钢门回来后 两人却对着他笑脸相迎 这不用让阿借的心态产生了一丝变化 随后 钢门的行为越发大胆起来 他快和光子贴到一块去了 只有阿借沉浸在自己的悲痛中 丝毫没有注意到钢门的无力举动 突然 钢门提到 让光子留在这里上班 阿借心中十分犹豫 却有些不好说出口 在送阿借他们回去的时候 钢门故意让光子坐上了自己的豪车 看着光子高兴的模样 自卑的阿借外上辗转难眠 第二天大早 光子成功来到钢门店里上班 钢门店里的店员 都是些年轻漂亮的女生 在钢门一番慷慨疆的演讲后 光子总算正式加入 不久后 阿借让阿借先回去 他想和妙子谈一下 关于光子的福利待遇之类的问题 还说一会儿会让钢门送妙子回去 妙子单坐在沙发上 可等来的不是爱子 而是钢门 钢门先是安慰了妙子在生活上的难处 逐渐而妙子放下了戒心 两人身体越靠越紧 刚门的不断试探 妙子也并没有抗拒 刚门的欲望越发膨胀 最终成功拿下 上秒这对男女还在谈笑风生 可下秒 男人几个耳光伤在女人脸上 男人威胁女人 把衣服脱光光 女人被打得一脸猛 起身想逃 却被男人死死压住 又是上了几个大嘴巴子 和自己懦弱的丈夫相比较 男人的粗暴彻底征服了女人 一脸满足地回了家 女人的老公阿借 听到外面传了一阵车声 急忙出来查看 钢门将妙子送回来后 两人还依依不舍地在车里吻别 而阿借对此毫不知情 他感谢钢门站的大老板 扯控送他老婆回来 这一天过后 妙子仿佛变了一个人 会主动向阿借撒娇 妙子说 钢门这个人很聪明 急剧商业头脑 想劝阿借和钢门合作 男人一定能赚大钱 阿借架不住妙子的公事 答应明天去找钢门谈判 但阿借再次来到钢门店里 钢门正在和一位大客户谈生意 钢门让阿借跟着一起 钢门巧舌如簧 将两条金龙 卖出了一千万日元的天价 客户根本不懂行情 还为自己买回去大阿斯繁殖后 一定会大赚比 两人很快谈龙 并支付了大额定金 钱到手之后 阿借断上好酒给客人庆祝 同时让阿借先去看望一下 自己的女儿光子 可光子对自己的窝门父亲 并没有丝毫好脸色 很快阿借又被钢门喊了回去 钢门让阿借拿瓶水递给客户 可没想到客户喝下没一会儿 但口吐鲜血 躺在地上不省人事了 他却这才明白 水里被下了毒 周围的人似乎早已经料到是这个结果 看来钢门之所以这么有钱 干的都是些违法勾当 欺骗客户支付大额现金后 再将他残忍杀害 而今天的倒霉单 已经是第58个了 阿借因为递水 也被迫成为了钢门的帮凶 只能听从钢门的吩咐 乖乖帮忙搬运尸体 几人去世来带坐荒山 将尸体抬进了一间小破屋 孩子拿出各种各样的刀具 阿借也意识到了 他们接下来要做的事 阿借已经被吓傻了 他想去报警 钢门却用女和妻子威胁他 当阿借再次进屋时 看见钢门正在把尸体 切成最小的肉块 为了堵住阿借的嘴 钢门还将客人一块 昂贵的手表摘下来 递给了阿借 然而阿借却一直捂着嘴 生怕自己吐出来 处理完尸体 他们驱车来到河边 将细小的肉块 丢进河里喂鱼 骨灰直接倒了 这样一来 所有的证据便都被销毁了 钢门对此早已清澈熟路 可没想到 这个客户有个混事会的弟弟 在哥哥失踪后 弟弟便一直私下调查 没多久 就查到了钢门店里 好在钢门早就提前 和阿借演练了 无数次回答的场景 面对弟弟的质问 阿借的回答滴水不漏 再配合钢门夫妻俩 精彩的演出 这才成功糊弄过去 然而等阿借准备回家时 一群便衣警察却拦住了他 毕竟带有三身的失踪 都与钢门有关 警察早就查诀到了钢门的不对 因此一直在暗中调查 然而阿借也有把柄 捏在钢门手中 自然不会向警察告密 可这天阿借再次去找钢门时 却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 律师勾搭自己老板的妻子 还让开车的小弟坐在面前欣赏 谁知道两人一番暴风雨后 律师竟然躺在床上不请人事了 而老板却仿佛早就知道了似的 已经带着人闯进了律师家里 司机想要护载救护车 电话就把艾滋抢了去 为了永绝后患 钢门索性离合艾滋 将司机勒死 阿借急不下的瑟瑟发抖 却好在钢门的胁迫下 帮忙处理尸体 几人迅速将尸体裹好 抬到车上 再次来到那座荒山 准备毁尸灭迹 尽管有了上一次的经验 阿借还是无法帮忙处理尸体 只能躲在外面望风 而房间内的两人却谈笑风声 似乎这死的不是人命 钢门还耐心地讲起了一些肢解的知识 说不定哪一天 阿借会用得上 阿借再次被这番血性的场景 恶心到嘔吐了出来 完事后 好父子将骨头烧成灰 等天亮后 三人再次来到河边 打算处理碎肉 阿借的精神已经到了崩溃边缘 钢门威胁阿借戴上手套 亲自将这些碎肉倒进河里 为了奖励阿借 钢门甚至还将自己的妻子下了出去 阿借是个老实人 对于送上门的事情 他也不敢 可钢门却告诉阿借 他早就敞过妙子了 就是因为阿借这样美种的男人 他的老婆和女儿 才不喜欢他的 被戳中痛楚的阿借奋起反抗 却根本不是钢门的对手 这时 阿借突然摸到了一只铅笔 下秒 直接在艾子的脖子上 扎出一个血洞 彻底爆发的阿借 又扑向了钢门 男人扭打在一起 而艾子看着这一切 竟然发出了圣人的笑声 最终 阿借成功将钢门这个恶魔杀死了 阿借带着艾子 回到处理尸体的小破屋 阿借已经成为了下一个钢门 他遇及艾子处理尸体 随后 回到了家里 给自己换上一套干净的衣服 此时的阿借 仿佛完全变了一个人 他再次来到钢门的店里 打算将光子带回家 光子依旧没给阿借好脸色 然而这次阿借却态度强硬 直接几个耳光 扇在光子脸上 详细将他带回了家 阿借怒吼着妙子准备晚饭 妙子还在疑惑 今天阿借发什么疯 直到阿借搬起椅子准备夹塌 妙子才如梦初醒 赶紧准备好晚饭 然而吃饭的时候 光子的混混男友又来了 光子想去找男友 结果又被阿借打了几个耳光 光子跑了出去 就被桌上的阿借一顿胖走 居然光子的混混男友 又未能信命 阿借将女儿拖回了家 继续坐在饭桌上吃饭 似乎终于找到了 做一家之主的尊严 而对于他阿借的妙子 阿借没有好脸色 于是当着女儿面 强行占有了妙子 错完这一切 阿借在前往荒山的路上 打了报警电话 让警方也赶到荒山 阿借冲进小坡屋 此时爱子正满身血污地 处理碎块 爱子吻向阿借 想送去奖励 然而等来的 却是阿借一记迎头中击 爱子最终死在了阿借手里 当警察赶到的时候 阿借浑身上下 已经被鲜血尽透 在释放出内心邪恶后 一个老师 最终也变成了痴人的魔鬼 这部电影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现实远比电影可怕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电影的全部内容 不管你来后不来 娜娜每天都会为你守候